当个主管的时候 你不要过度干预下属的责任 这是我学到的一个教训 就是有时候你自己太过精神久的时候啊 你就会觉得说我要帮下属 他这个做的不好 然后你要一直去主动帮他弄 或什么什么 没有你要可以站在管理的职位 让你的下属去有机会学习跟成长 再来主管时期 你当主管了带下属了 上次好像是在奥克直播讲嘛 像一堆那种左派或蓝耀丸 就跟你讲说主管要当下属的朋友啊 什么什么花哥 大家了解 第一点就跟他说 你不要去笑想要当下属的朋友 我讲清楚 我没有要你不照顾下属 但是你不要一直觉得说 我跟下属是平背这种情形 很多那种长官啊 就会干这种很蠢的事情 最简单的例子 有些长官啊 他妈主动跟下属 要他的社群媒体 social media 这种事情不要干 他如果妈的 除非他是傻逼 他如果有一点长生 一定给你假的账号 那你这样子会造成 彼此的困扰而已 这个都是你会想要当下属 朋友的一种 蓝耀丸的想法 我没有要你 不去看他的脸书哦 你上次如果觉得说 我想要看看这个下属 他是不是 比如说你要面试 他为什么怎么挖 有些人会这样干 面试人他会去查 面试的那个人 他的社群媒体都在干嘛 查他的背景 我没有要你不去查他的背景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你不要天真的 就是说我要跟下属当好朋友 然后说我们来交个朋友 然后social media加一下 干没有 我的想法是这样 你当长官 你就要让你的下属工作完之后 他就是要约他的会了 他不想要再把他约会 生活什么什么东西 去跟你分享什么什么挖个 甚至很多时候 我也不会用这种朋友的态度 说你跟下属出来 什么吃饭 那种吃饭其实都不舒服的 都是职场上面的那种social 没有人真的在跟长官 或是用下属在那边用真的朋友方式 讲干话的方式去这样弄 这样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合理 你如果说比如说有些公司有些文化 你员工中午的时候 长官找下属去吃饭 其实这种东西啊 这种饭都嘛 是工作 这是可以的 这是比较像是说 你公司文化 你中午的时候可能新人或是怎么样 大家就吃个午饭 这个OK 可是这个都是属于工作范围 而不是所谓的朋友 约出来吃饭的范围 就是这样 再来 长官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像主管的话 难保有时候你不会遇到这种害群之马 这是把这个团队搞烂的人 那我的相关就很简单 当个主管的时候 你不要过度干预下属的责任 这是我学到的一个教训 就是有时候你自己 太过精神久的时候啊 你就会觉得说 我要帮下属 他这个做的不好 然后你要一直去主动帮他弄 或什么什么 没有 你要可以站在管理的职位 让你的下属去 有机会学习跟成长 让他帮我负责他的事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 帮你解决问题的人 OK 如果说他他目前没有这么厉害 他会翻点错 你就cover掉他就好 但是你不能一直去 亲手去做属下的事情 可以 就是主管 要有主管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要让下属去做下属 他做的事情 你要可以把你的任务 交代给他 让他去处理 OK 那么这个也扯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就是说 其实这个时候会有两种抉择 麻烦点 有些人的这种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我如果要找下属的话 我一定要找到 可以帮我解决问题的 可以弥补掉 我没办法做事的那个人 我才把他拉进来 这个确实 也是闲聊跟大家聊一下 当时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就是说 有些人你会乱去 录用一些下属 乱找一些人 就是啊 人来人来人来就好 但是你知道 你人太多来的时候 你反而要花钱 就管理很麻烦 所以反而有些人 他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啊 他算只是能力 但是做事 也没有比我厉害 什么什么 没有要解决我的问题 那我不如就不要去用他了 这个是我觉得 你身为主管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的原因 就是说 有些人他是习惯 你真的要找到那个人 他是真的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人 你才找他来 不然你如果找到一个 就是说 反正你做的也比他好 那你只是浪费 你的管理成本而已 好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下属找进来的话 你就是让他去做 他应该做的事情 你不要过度的干预 但你可以适度的协助他 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下属里面 有遇到一个害群之马 你就是当机立断的把它砍掉 这很重要 而且顺便输你的微信 这个其实我之前在 公司我也干过这件事情 我发现其实 尤其在科技研业 大家都可能比较和善 什么的 很多主管 他们会很抗拒 去把员工火掉这件事情 那么我认为这是对很多主管 的一种挑战 那我们火过人有 可是那个人他就是 我认为他对团队是有害 而且他也不是个性 不知道什么码格 就是他就是本身 他的做事会让 团队会造成大的伤害 还好他也不是很资深 我运气也算不错 我就跟我的上面的 那种总经理级 就跟他讲说 这个人得把他火掉 就把他fire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 如果是还蛮还太BluePill的话 你是需要学习的一个 地方 遇到害群芝麻的话 你要可以当技力端 把他火掉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OK